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阿三 最近郭爱伦已经前往西班牙疗伤 他还在他的社媒更新了自己的一个医疗动态 透露了自己最近注射了肝细胞 希望能够有好的疗效 本身郭爱伦发布这样的一个动态 是想告诉各位球迷自己正在努力养伤 他也希望能够和各位球迷在赛场上早日相见 但方法没有想到郭爱伦的这样的动态发布出去之后 却有一位辽宁球迷彻底看不下去了 他不仅没有同情郭爱伦 反倒在他的一个最新社媒当中发布了一条长动态 回顾了郭爱伦这些年在辽宁对这边做过的一些争议的事情 甚至控诉了四重罪 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球迷到底说了哪一些内容 也到底是真是假 首先在这位辽宁球迷看来 他认为郭爱伦这一次去打这个所谓的干细胞 真的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用 他认为郭爱伦是不是存在着隐瞒伤病的一个嫌疑 因为在之前要闹离队的时候 他觉得郭爱伦还生龙活虎 结果后续达成旭约之后 就立马大幅度缩短了上涨时间 这样他非常的疑惑 也认为郭爱伦非常的不负责任 除此之外他还指控郭爱伦不管是在国清时期 还是后来在中国南南国家队时期 曾经两度逼宫 两位南南主教练 甚至导致其中一个教练不得不下课 这也让这位球迷认为郭爱伦存在着不懂得感恩的问题 除此之外他还透露在辽宁队这边打球期间 郭爱伦有的时候经常不小心和这些球员大吵大闹 甚至导致一位主力球员受了重伤进了医院 另外一方面他还通过走后门带领自己的亲属走球员通道 导致球员在比赛还没有开始之前发生了一个打架的行为 最终进了派出所等等 所以的话在这一位辽宁球迷看来 郭爱伦在辽宁南南这起这么多年的一个职业期间 虽然说也确实为球队做出了一些贡献 但与此同时也做过一些比较备受争议的事情 所以这一次看到郭爱伦在网上发出养伤的消息 他似乎并不看好郭爱伦也对他将来是否能够回归球队 没有抱有太多的期待 说实话我第一时间看到这个IP地址显示为 辽宁的球迷发了这么一场段话 真的有一点惊讶 因为过往基本上辽宁球迷都非常的保护郭爱伦 也一直等待着他的归来 没有想到还有另外一部分的球迷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虽然说我们也不清楚这位球迷说的内容到底是真是假 但是我们起码能够看到不同球迷的不同声音 对于郭爱伦来说 他本身是我们国内非常有人气 也确实有口碑的一名球员 所以其实存在着各种争议也非常的正常 因为人红是非多 人气流量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 所以不同的球迷有不同的看法非常的正常 而且人物完人 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肯定也做过一些措施 作为一名球迷 我们还是希望郭爱伦能够早日康复归来 毕竟他依旧是我们中国男男不可或缺的一员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